睡不好真的很頭痛 體重層高達115公斤的李先生 睡眠品質一直不太好 不僅會胃食道逆流 睡覺的打呼聲也大到靈人側目 他才驚覺自己的睡眠狀況有問題 之前睡眠狀況最嚴重的程度是 會有胃食道逆流的現象 加上沒有帶呼吸器之前 就常常半夜頻尿三到四次 或者是甚至被自己打呼聲驚醒這樣子 之前都認為說自己胖啊 比較胖的狀態上 那這樣打呼比較大聲 那沒有特別去想說到底是什麼原因 那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之後 他們覺得我打呼太誇張了 所以就建議我到醫院來看一個門診這樣子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狀 反覆性睡眠可能造成血氧不足心經隔塞 導致隔天起床精神不濟 而這項病狀可以靠著這台呼吸器 不再影響睡眠 也不會引發各種的慢性疾病 他的一個治療呢 主要還是以所謂的連續性的 揚壓呼吸器的一個治療 因為這是全世界的 對於一個重度的一個睡眠呼吸中止症 一個很標準的一個治療 因為病人使用呼吸器之後呢 我們可以得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他在這個透過呼吸器 可以讓他的一個上呼吸道 有一個氣道的壓力的支撐 讓他可以保持是一個通常的一個情況 所以病人就不再出現睡眠的時候 反覆的呼吸的一個氣流的阻塞 跟發生呼吸中止的問題 精神差歸咎於肥胖 但其實睡眠才是主因 李先生症狀改善以後 體重直接掉了三十公斤 重啟優質的睡眠與健康的生活 水平康新聞有何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